講開 講 那就是講幾個 講中先講了 給我上30分鐘 那不是要吃飯 吃飯要聊事情 看完美罰了 那不是要去做工材 那不是要去做工材 某些層面部比較這麼哀張 蛤 嗯 欸我包包耶 包包耶 謝謝 吃 好多了 小時候 不是人 裝不改時間 好 接下來那個 腳上線上 接下來有複甲撞線的功能啊 嗯 它的 它的釋放的激素 名稱上蠻單純的 因為用這個複甲撞線這個部位來命名叫複甲撞線素 可是它的 它的 引起的調節作用 老實說不好記 很不熟 當然因為它其實都很不熟 好 從構造上來說的話呢 它是會在那個甲撞線偏複 因為甲撞線是把複頭這樣包起來 從前面往後包 那它是在偏那個複甲撞這個地方 然後左右更買了兩個小顆粒 所以總共四顆 所以叫複這個字眼 那它的密碗我們怎麼把它成為複甲撞線 功能面上面來講 當然這樣子看很單純的 就是可以調節鈣離子 所以它到底到底要 要調節鈣離子做什麼 啊怎麼調 怎麼調節 因為講到調節一般來講 那一定會有兩個下款的方向 就是如果是鈣離子濃度 那濃度要嘛就是高 根本就是低的問題 其實不太好記 所以補一個東西 會比較更明確可以去聯想 好 那它到底在調什麼事情 什麼都這樣 好 所以斜蓋要調節這件事情很重要 斜蓋到底有什麼重要 先等一下再來談 那我們先談 斜蓋協液當中鈣離子濃度 然後鈴可能會有過高 會有過低的問題 好 所以怎麼調呢 我們把那個 甲狀線分泌的另外一個技術 拿進來談 比較容易聯想 甲狀線呢 除了甲狀線素之外 那它會分泌那個降鈣素 OK 這名稱上就超級寶貝的 所以降鈣素可以影響斜蓋 那降鈣嘛 所以當斜蓋濃度過高的時候呢 就由它負責產生刺激作用 然後 讓那個斜蓋濃度可以降下來 OK 那個是最終要達到的目的 方法 等一下再談 好 那你從它再去反推 因為 它跟負甲狀線素代表的是 翹翹板的兩桶 這兩個激素呢 都可以去影響斜蓋的濃度 好 但是你去看 甲狀線所分泌的降鈣素 都一定告訴你它是否能降低斜蓋了 所以呢 那翹翹板的另外一桶的負甲狀線素 當然就是負責提高斜蓋 OK 所以 負甲狀線素對斜蓋的條件是一個提升 那是目標 等一下再講方法 你看 所以 這個架構 翹翹板這個架構 基本上呢 都是屬於 解抗作用 所以這是解抗的另外一個例子 對 降鈣素是甲狀線分泌的 雖然這樣子看起來像補充 可是 其實你會比較馬上就可以延長到 喔喔 所以負甲狀線 負甲狀線素跟降鈣素是解抗 對不對 所以它負責降鈣素 那負甲狀線素就是提高斜蓋 對不對 那負甲狀線素應該不論在括號寫著 負甲狀線 好 等於 它是誰分面的很清楚 但它的功能面來說的話 比較難臨一下 如果你記憶力超強 沒有我這種負甲的話 就是所有的 所以 那你就高三再來 好 所以 超要滿平衡的對象是誰 就是顯蓋 對不對 所以那邊想一下 這個架構 你把那個線糖套用進來 所以這邊改成什麼 鮮糖 對不對 鮮糖需要穩定 對不對 它鮮糖穩定 在負甲狀版兩頭的這個平衡因子 叫解抗因子 解抗因子 解抗因子是誰 平凡的情況下 就是 胰島素生糖素 所以你把胰島素生糖素放進來 那代表那個天平的兩頭 好 目標明確的 這樣做法的問題了 因為技術的調解還是終究 就像我們講血糖 對不對 那個生糖素 為了要提高血糖 所以它的方法是刺激乾細胞 將那個原本儲存的乾糖 分解出來 對不對 準備塵膚到糖 讓它丟到血液裡面去 那這樣就可以提高血糖 因為血糖主要是血液兩頭單腸的濃度 所以 你要去調節血蓋的話 那當然也要有方法 如何提高或降低血乾 那複甲狀化現素 因為它扮演的是提高血乾 所以我們就來談說 你如何讓血乾的濃度可以提升 這邊有兩個方法 市場我們要先看第二個 因為這是一般正常情況下 你要先做的事情 對不對 當初 絲球體跟胞食糖之間的關係 這邊有一個過濾作用 所以在鈣離子這種成分來說 理論上 它大部分應該都會被過濾出來 那過濾出來之後 結果我們發現 你血液量中的鈣離子 有可能不足 那這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要把管子裡面的濾液 把它拿回來 對 血蓋不足 這是第一時間 其他的客觀的都不要講 這次馬上就可以拿回來 利用你幹嘛弄它流失 所以對於腎上可以做的事情來說 腎膠管的管理 可以因應腹甲狀腺素的刺激 然後加強對鈣離子的再吸收 對不對 所以鈣離子回收回來 就鈣離子能用 那問題是 如果當下 你的身體整體上 鈣離子就是不足 對不對 所以 哪怕腎膠管拼命的回收 可能還是不夠的情況之下 那要不要尋找其他的來源 這是就我們身體現有的 現有的鈣離子去做平衡 你不拿回來 它將來就是尿液當中的鈣離子 對不對 所以因應確定是不足的 所以當然是該回收回來 所以再吸收 那如果這個實況呢 真的是不足的話 那你又剛好是在那個 吃東西的過程當中 欸很好啊 飲食當中很有可能 可以提供鈣離子的來源 所以 副甲狀腺素可以去刺激小腸 促進小腸對鈣離子的吸收 小腸子彈吸收 你不可以這樣載住的字眼 應該知道 剩下廣東想要用載這個字眼 這個意義上有點不太一樣的 所以 副甲狀腺素可以促進小腸這地方 對鈣離子的載吸收 那這可能是開發來源的 那問題是你用不見的 一定是在吃東西的當下 對不對 然後三餐所在的一天的時間 畢竟其實相對是比較晚的 所以 腎上這地方 可以去做它可以影響的事情 對不對 消化系統也可以去做 它能做的事情 假設現在是在吃東西的過程當中 如果這兩個都做不到的時候 那難不成就擺著 那它鈣離子真的不足嗎 所以你還是要想辦法去挖 因為為什麼要去讓鈣離子平衡 目的就是這樣子 我們前面講那個神經細胞的時候 有提到神經細胞去操作 那個纖維上面細胞膜電解質的流動 前兩名是誰 鈣離子跟甲離子 你看 其實第三名 將來在高山上 要把這個加進來就是鈣 所以鈣 甲 幹 這是前三名 那事實上 接下來問題來 又不是只有神經元 會拿這三個鈣離子 來做事情 肌肉細胞也會 你看 那你看 那以光神經系統跟肌肉組織 基本上就已經佔用了很大的比例 想來的這些離子的量 適用量應該還不少 所以光這兩個部位就很需要 然後接下來再第三個 我們的硬骨質 基本上就是以鈣酸幹為止的 礦木質的堆積 所以那個骨質才會比較硬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要從身體的構造面來講 你要不要提供硬骨細胞這些鈣酸幹 尤其是鈣離子這個部分 然後再去看看那個鈣酸鹽的部分 對不對 所以你看骨頭 像我們身體的體重這麼重 當然它是長遠的 因為身長是長遠性的 但短時間之內的話 萬一你身體不足的時候 哇 對不對 腎臟怎麼再回收也不夠 又不是在吃東西的當下 所以這時候 就比較犧牲一點的做法 就是拿硬骨子來開刀 它會刺激硬骨 然後當鈣酸幹融解 把這個鈣酸拿出來做其他的用 短時間偶爾做一下是還好 就可以拿它當成是正常的條件 那我們怕的就是說 比如說你的飲食習慣當中 鈣酸整個攝取就是偏低 低二 然後呢 因為這樣的關係 長期心下你的身體就是缺幹 因為骨子很容易水分流失 對不對 所以再加上流失的問題 你就會腎臟想要多再吸收 也是有限 你本來就不足了 不足當中想要再吸收 把它補齊也很難 對不對 所以大概就很難去避免動到這個部分 所以長期下一個畫面 你想你的股食不斷的流失 股食不斷的流失 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就回到廣告上面 叫你要吃 好 好 要不然這樣要吃改天這樣子 這樣可以理解 好 所以就是為什麼要補充鈣 補足 改離子就是這個原因 對不對 你看 你蓋不補充足夠的話 神經 肌肉 然後加上你的骨頭 全部都受到影響 所以骨質疏充症 比較一個 一個直接的影響因子 就是負甲狀腺素 那你可以在往前追 一個是飲食習慣的問題 或者是你真的是 比如說你消化系統 吸收蓋子能力很差之類的 或者是腎臟出毛病 所以不重情況之下 就可以了解到 有時候我們身體會用一些比較極端的這個做法 忍耐讓我們身體可以運作 這個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蛋白質也是這樣 雖然我們常常在講說 有糖類先消耗糖類 對不對 沒糖類再消耗脂質 那最後呢 你還是動到蛋白質 問題是 蛋白質它在我們身體那麼多的地方 有那麼多好的用處 對不對 難道你一定得要把它當作氧化 產生能量的來源嗎 這看來應該也是最後一招 這樣可以理解 好 所以 鞋蓋肯定的部分的話 跟腐甲酸腺素有關 那你去想它的解抗因子 比較好去聯想它的功能 那這些就是細節 這是做法 目標是提高鞋蓋 那問題是如何提高鞋蓋 這做法平常稍微留意一下 好 所以血糖這個部分的話 這概念因為我們已經 反覆講太多次了 所以一般我們在討論 那個血糖的肯定呢 平常的主要的兩個影響因子呢 就是那個 胰腦素跟生糖素 那因為我們第一次介紹胰腸的重要性 是在消化系統這個地方 胰腸內部呢 基本上有胰腺 那胰腺是外分泌腺 那胰腺那個管子的那個表面的細胞呢 就是負責製造那個消化酵素的這個細胞 那它合成之後呢 就送它管子裡面去 然後伴隨食物通過12指腸之後 然後它就進來 然後它可以提供四個類別的技術 對不對 跟胰腺有關 跟脂質有關 對不對 跟蛋白質有關 跟脂核酸有關 四大有幾乎全部都給它完 所以它的 效素其實是最齊全 這是在外分泌上面的這個重要性 那內分泌呢 在這個管線當中呢 有一小群一小群的這些細胞 然後呢 它們負責外外 內分泌的功能 然後我們把這一小群一小群的細胞呢 把它叫移打 用到這個字眼 它是在整個宜藏組織當中 分散的 這種一小群的細胞 所以用到這個字眼 來出現出它比較獨立性 那每一群呢 就是十幾個這樣子的規模 然後你也可以把它叫藍石小島 那這一群細胞當中呢 再分工 細胞數量 同一個藍島 基本上 疑島已經數量很少了 它又分工 因為它產生不同的分泌物 所以這地方你先記一下好了 疑島裡面呢 α細胞負責分泌生糖素 OK 那生糖素的功能 你早就知道了 所以你們還算單純 所以多記一下 α細胞負責分泌生糖素 然後β細胞呢 負責製造成胰島素 然後β細胞呢 負責製造成胰島素 然後另外一個 我還是要再提醒你一次的就是說 疑島素 不要直接去背最後的這句話 疑島素可以降低血糖 對 疑島素的分泌 最後會導致血糖 濃度降低 但是看得到 看得到的現象 測得到的現象 可是那個不是它的目的 那是結果 目的是什麼 目的是 因為疑島素的分泌 所以你的內臟 你的肌肉細胞 受到疑島素的刺激 它才懂得去把那個 葡萄糖先吸收 所以這個吸收的緩解 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去啟動 細胞膜上面 對於葡萄糖的主動運輸 第一個 拿進來之後呢 你要把這個葡萄糖 拿去用掉 所以這個時候 可能會牽得到一些 像分解代謝 然後把它分解之後 然後產生ATP 所以總共有兩道手續 因為疑島素這個訊號 送到細胞 然後對細胞產生刺激作用 所以細胞呢 開始去加葡萄糖 運輸進來 所以這個地方 第一件事情 你要去啟動 要把細胞膜上面的運輸作用 第二個 進來之後 讓這個葡萄糖 真的被利用掉 所以可能會起動分解代謝 這樣 那乾細胞呢 乾細胞要特別的 額外提一個 乾細胞因為 事實上有課根根本就不確認 所以乾細胞可以做一個 額外的事情 就是將葡萄糖 轉變成乾糖素的其他 這樣 所以 它真的目的是 要促進細胞利用 對不對 那因為 這個葡萄糖 是從協議當中 轉移出來的 所以 當協議當中的葡萄糖 不斷的被利用掉之後 因此 都會導致血糖 所以這是結果 這並不是它的目的 你寧可不要去背後面這句話 去背前面比較好 因為後面這句話很好推 所以 那你現在把這兩個東西 剛才講 套上進來 這地方改成血糖 對不對 超超版的兩頭呢 放上去那個 胰島素跟生糖素 對不對 OK 它也是一個解糖的很好的例子 對不對 對不對 橫定的對象基本上是血糖 對不對 橫定的對象 關鍵因子呢 是胰島素 腎上素 這樣 好 那所以接下來就是腎上線的 腎上線 第一個要留意的是 它不是腎臟的一部分 我們當初在畫腎臟的時候 根本沒有畫到它 對不對 所以可是它不是腎臟的一部分 腎三 所以它的位置 是出現在腎臟的上方 那它是一個內分泌線 好 那這個內分泌線呢 基本上它必須依照分泌功能 分成兩個層次來看 畫一層叫做皮質 這種齒育久了你就知道 就是不是針對特定的部位 我們是以它這個部位 然後表示的組織跟生成的組織 所以生成的組織就叫做水質 這種齒在神經系統的費用 哪有皮質 哪有水質 脊髓也是 脊髓的皮質水質 OK 所以我們身體內有一些構造蠻喜歡用種 來表達層次性 好 所以腎上腺皮質是比較靠外側的這個部分 然後腎上腺水質比較靠內側 那我們先看那個你比較熟悉的 腎上腺素 就是它革命的 腎上腺水質革命的 然後再加一個 腎上腺水質呢 主要革命兩個成分 1. 腎上腺素 2. 加一個字就好 正腎上腺素 正負的正負 這兩個激素的化學結構跟功能都很像 所以在高中這個範圍裡面 我們幾乎都不去區分它 所以你不用太擔心 但你要知道 它並沒有分泌單一成分 好 那為什麼要提到正腎上腺素 因為我們將來在講那個 神經分泌的 神經傳導物質的其中一個的時候 神經細胞 某些神經細胞會分泌正腎上腺素 好所以先提一下 這個地方我們談的是內分泌喔 內分泌會知道正腎上腺素這個化學物 然後到時候到高三的時候 講神經系統的這個細節的時候 還會再提到神經系統的某些神經元 也可以用你正腎上腺素 對不對 兩個不同的系統 對不對 然後產生相同的化學物 這應該有討論的空間 好 那至於它的功能的部分 腎上腺素跟正上腺素的功能 蠻相近的 所以我們以外就不去細分 好 所以它到底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它是一個可以讓你身體 在短時間之內激發潛能 產生比較大的活動量的一個關鍵 所以這個外號超人激素 對不對 所以想要當超人 第一個請加速那個循環系統 因為你身體的機能 跟活動量要增加 第一個要配合的一定是循環系統 因為循環系統的效率 影響那麼多套生理系統 所以你不先把它的效率提高 其他的跟不上 包包呼吸這件事情 所以它也會影響到呼吸 好 所以腎上腺素呢 可以促進那個 心活的頻率 跟那個心臟的收縮力大 然後可以促進那個動脈的收縮 這個都有助於提高血壓 血壓提高 就代表循環系統效率的提高 然後可是 這個當下呢 你的身體的活動量 增加的同時呢 因為血液大量被增加到你的肢體上面 所以有個地方的血液必須要被犧牲 因為血液有點不足 你這時候要讓全身 每個地方都有充足的血液比較困難 所以誰被犧牲 就他被犧牲 所以比較特別的是 腎上腺素會減緩那個胃腸的活動 包括拼花肌的活動 包括消化液的分泌 這些基本上呢 都是被移植的 把這個資源呢 挪到血液手上 挪到那些跟那個肢體活動 比較頻繁 或者那個消耗能量比較大的這個部分 對嗎 好 然後所以這個是短時間調節的 那我們先問講甲狀腺素 如果你很難理解的話 甲狀腺調節的事情 基本上呢 是長遠性的 OK齁 好 就是你日常生活的這種正常作息裡面的 那種所謂的 呃 化學反應的速率的調節 那是講的 歸甲狀腺管 那短時間的需求呢 是歸它 所以 它的變化會比較明顯 比如說你現在做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那個 腎上腺素的分泌量 相對來說 會是 比較低一些 那如果你現在開始運動的時候 腎上腺素的分泌量就會很大 那另外一個 它 它有日夜週期的變化 你在白天的時候 整體上 白天的整個 腎上腺素的分泌的平均水準 就會比晚上高 齁 因為如果 晚上的話 那個腎上腺素的分泌量還是高的話 你應該一 很難度睡 有沒有 所以應該要用經驗 想說 躺下來基本上五分鐘就睡得著 不然十分鐘應該睡得著 十分鐘之後 開始焦糟不安 怎麼會一直睡不著 過了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之後還是睡不著 還是睡不著 然後最後兩個小時之後 還是沒有睡著 開始抓狂了 千萬不能抓狂 對不對 抓狂了 它的分泌量就增加了 所以你會不用睡不著 對不對 都已經睡不著了 你用抓狂 對不對 為什麼一直睡不著 你過來看啊 對不對 所以 萬一那個躺了一兩個小時 還是睡不著 你一定要想一件事情 這世界是很美麗的 這空氣是很慶幸的 明天起來一切都是美好的 然後 那個 今天晚上一定可以睡得很好 住屋之間 所以多想一些正美的事情 心中的事情 這樣子 所以睡前不要去看鬼片 不要看恐怖片 不要看動作片 那個 那個劇情過渡刺激的 基本上都不一定是能做 這樣子 這樣 好 所以晚上想要 然後 永利入睡 然後 一般來說 那個祖先就告訴我們 祖先在我們身體裡面 默默的告訴你一個規律 你那個 晚上八點 七點八點之後 那個 腎上腺素的分泌量 就開始 逐漸的走下 對不對 所以差不多 差不多 將近九點左右 就是理論上 你應該睡覺的時間 祖先你告訴我們這件事情 九點就應該睡覺 然後 然後 早上一大早之後呢 大概五點左右前後 腎上腺素的分泌量開始啟動 就是告訴你起床 起床 你主線 你在你身體裡面告訴你 這件事情是規律 對不對 你偏偏要到十二點才睡覺 對不對 然後早上一大早到七八點才要起床 我來話 所以 這個 這個 子孫不孝 就是這樣子 那 正常腺有肢業的分泌的軸跡性 另外 跟他有一個剛好相反的軸跡性的就是 腿跌技術 所以他睡得好 所以有些人 就是睡不好 可能是正常腺素或腿跌技術的問題 那另外還有一個 你看那個經驗 就是 睡睡之後呢 突然間就辦一些禁忌 對不對 那 突然間 正常腺就莫名其妙要飆高 喔 小心點 那 好 那 我們準備了 好 這時候 萬一半夜不小心驚醒 喔 沒事沒事 進去睡到 對 自我安慰一下 什麼事情都沒發生 然後繼續躺下來 你就可以好好睡了 那時候 到底發生什麼事 你又緊張起來 緊張起來 身上腺素就開始飆高 你又要等到一個小時之後 才睡得著 有這種經驗嗎 有沒有 很羨慕一路 可以睡到那個起床 所以 好 所以 那接下來 腎上腺皮質 腎上腺皮質 比較不熟 好 它分泌的技術呢 叫腎上腺皮質素 留意一下 這個稱呼 有一點麻煩 好 這個稱呼 它講的是混合物 腎上腺皮質素 不是單一成分 好 這裡面呢 我們至少可以 分成 三個 那其中有兩個 可以先講一下 這個腎皮質素呢 可以影響你體內的電解質 水分 以及 行內的這個恆命 其中一個基礎呢 叫全固酮 然後另外一個 它名稱別名 因為它負責影響電解質的平衡 所以我們也把它叫 跨物性皮質素 這樣可以比較容易聯想到它的功能 好 這只是成分一 那另外一個成分呢 叫做葡萄糖皮質素 那還有一個 要提借素 那個大概高三才會提到 好 所以那個 聽完那個就不補充了 所以 呃 這個講 這個地方稍微補充一點 是因為 它你真的誤解了 那個 這個 腎上腺皮質素 它這個名稱 感覺上 那是代理化合物 對不對 它是一個混合物 然後我們用一個這個詞 來用統統稱物 這個概念很像什麼 像這個雄性技術 磁性技術 那個其實只是一個稱呼 它其實也是混合物 它有多種成分 那 全固酮或者叫 礦物性皮質素呢 它會去促進 它會去做一些練點 就是像 納甲 磷酸鹽 這類有用的 氧離子 因離子能再吸收 那因為我們之前在講 那個腎小管的時候 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腎小管要想要 直接去引導水分回來 有困難 因為水分沒有辦法跟它主動運輸 對不對 可是因為腎小管 它需要去再吸收一些 像有幾乎的小分子 然後跟大量的電解石 所以通常其實 它只要去認真 把這些種子搞定 就是吸收像 葡萄糖氨基酸 然後這些納甲鈣 磷酸鹽 綠離子等等 這些明顯需要的物質 回收回來的水分都跟著回來 所以它會動到水 它會簡單的影響到水分的病 所以 當腎小管要去做 做事情的時候 工作的時候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基礎 不是只有它 當然我們在談腎臟的時候 腎臟的整個工作 其實是受到基礎調節為主 那這就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因子 好 所以你只要知道 電解石的平衡跟水分的平衡 它參與蠻重的比例 那葡萄糖皮基礎 你看 這時候就看到這個 糖這個字眼 對不對 所以它會影響血糖 你看 那它怎麼影響血糖呢 要再往前追一個東西 我們 那個 有氧呼吸的時候 只告訴你說 我今天呢 可以讓葡萄糖先分解變 餅紅酸 對不對 糖解還記得嗎 好 接下來 接下來 餅紅酸就進到 立腺體裡面 去做 欸 你進立腺體做什麼 進立腺體之後呢 它以兩個碳的方式 去把它氧化掉 就是 刻式 循環之後 還要利用到 電子傳遞鏈 然後最終呢 製造了一大堆ATP給你用 所以要把呼吸的這個完成 涼化過程 好 那問題是 有氧呼吸去講說 葡萄糖 有機物氧化製造ATP 很好啊 這個整個脈絡都很清楚 可是 等到我們再講到 細胞的化學組成 講到消化作用的時候 它每次都要去強調 一件事情 你剛才講過了 有三大有機物 實際上都可以提供 我們身體能量來源 有糖 一定優先使用糖 因為它最好用 它的化學反應最齊全 沒有糖的時候 替代的這個選擇就是止水 再後來 就只好動用到 那個構造上的資源就是蛋白質 所以都擺明地告訴你 紫質 蛋白質 絕對可以氧化產生能量 可是這個路線上 你完全看不出 有任何紫質跟蛋白質的影子 對不對 所以紫質跟蛋白質 想要利用的時候 你只要多一些手續 紫質裡面 因為中性質是最主要的利用形式 但你想像一下 中性質的話 不是可以切割成甘油 掛著三個脂肪酸 那甘油的分子量很小 甘油只有三個碳 然後脂肪酸的部分 那就假設16-18個碳好了 對不對 有一點長 可是因為碳是一直穿下去的 所以結構上稍微簡單一些 好像沒有那麼難利用 所以 比如說甘油我就不用啊 你只剩下三個碳 然後呢 脂肪酸 16-18個有點長 那不然這樣子好了 找個工具 小數 我大概兩個把它剪一下 兩個把它剪一下 真短 對不對 好 胺基酸的處理上呢 比較麻煩 蛋白質沒有辦法直接去分解 蛋白質要先經過這一道 就是先把它切出那個 胺基酸 那胺基酸要利用它 你去看它的化學結構 好像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 胺基酸有20種 大家的化學結構 有一點點不彈一樣 可是胺基酸可以用一個方式 很簡單就把它減化了 好 這個地方可以產生20種變化 這邊到底變出去 這邊用了多少原子的儲存 不知道很難拿很難掌握 乾脆這一道先切掉 你很複雜的另外處理 對不對 胺基 這裡可以提供什麼能量 好像也沒什麼 所以直接切掉 切掉這兩個之後 這個可以另外處理嗎 胺基基本上去產生寒碳代謝廢物 你看剩下來這一個碳兩個碳 所以像這種東西 其實如果說我可以去找到 有氧呼吸中間的某一個路 路線走結境進來 走結境進來 誰規定我的氧化過程 一定要從葡萄糖當起點 對不對 如果我有兩個碳放三個碳的話 我從有氧呼吸的整個反應中間 找到一個合適的中間產路 我直接從那個點切進去 我的目標是後面 要徹底氧化產生的ATP 而不在於關鍵我到底要用什麼當起點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也可以產生到能量 所以葡萄糖皮脂素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 它會影響到血糖 然後使得你身體會有額外的能量來源 我們把這個現象叫做糖質形成 用來取代葡萄糖 讓你身體除了葡萄糖乾糖之外 有額外的能量使用 如果要更白話的說法 你想要消耗脂肪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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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靠甲狀腺 二就是靠它 所以甲狀腺也會影響到血糖 你看 這個會影響到血糖 剛剛如果身上腺素你仔細看的話 身上腺素你要提升你身體的反應能力 請問這時候有沒有可能需要血糖的配合 一樣 身上腺素也會影響到血糖 甲狀腺也會影響到血糖 你的身上腺素也會影響到血糖 你的身上腺素也會影響到血糖 只是說它們是在不同的層面不同的事情上面 你產生影響的 所以 不要再把血糖的影響因子 直侷現在 那個 那個 胰島素跟身上腺素 那個是在討論結痕的時候 你拿身上腺素跟胰島素非常好用 就直接套進來 但如果你要談你整個身體的運作 你身體的狀況這麼多 怎麼可能只用這兩個 就搞定這麼複雜這麼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做了台便搭的 剩下我們再 繼續 快 要台便搭的 幹嘛去吧 等一下吃便搭的 那要怎麼辦 這樣可以先下去 然後拖拖吃完 然後再上來 再上來 再上拉 他再上來 先住宿舍 不是嗎 那你再上來 是嗎 你們不再上來 你不再上來 接下來 包裝 拖掌 好 好 你好 好 你好 你好 谢谢大家